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一谈韩国瑜 全台湾声量最高的政治人物 他到底能不能称职的把立法院赠助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沸沸扬扬都是在立法院 宫廷大戏没有在总统府 而是转移到立法院 我们都知道韩国瑜的命格里面很奇特 他是属鸡的 今年做紫威隆德 所以你看一下子一飞冲天 没有当总统 但是现在总统赖清德 很多都要看他脸色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瑜到底他有什么样的本事 能够让他的政治生涯 在中晚年的时候 还起始回生 其实有一点特色 他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 看来他声量很大 然后他在他战斗力很强 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因为当立法院院长 所以他一生 这样子坎坎坷坷走下来 这个算是他最辉煌的时刻了 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瑜的八字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运势 我们先来聊一聊 韩国瑜是否能够振助立法院 等一下我们好好来谈一下 他现在的运势是走在62到71岁的任子大运 2020年他曾经选总统 差了一点点票 没有选上 人家是800多万票 他500多万票 其实500多万票很多页 你要知道 大家对他期待很深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到底韩国瑜能不能在立法院 赞助这个呢 打讲纲的立法院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来 榜入声量霸榜 据二月份统计资料呢 绿营总声量拿下第一 那国民党紧追在后 而民众党则为第三 立委部分呢 国民党韩国瑜26万声量 徐晓芯12.1万声量 民进党黄洁5.7万声量 柯基民5.6万声量 哇塞 现在这年轻女战将很厉害啊 黄洁胜过了柯建民 这个柯总招恐怕会觉得 哇我现在是怎么办啊 好民众党黄国昌13.7万声量 他算是争议性很多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还是高过许巧姓 那黄珊珊也有6.2万的声量 比柯建民更高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会焦点回顾呢2月1日呢 新立法院报道 三党各自迎来声量高峰 但绿白却在立院龙头选举以后呢 因电话门争议开始互相厮杀 彼此攻防炮火非常激烈 这个宫廷大戏呢 果然是不防多让的 那蓝白 绿呢三党呢开始大战 好但绿白却在立法院龙头选举以后呢 开始呢彼此呢 电话门呢互相厮杀炮火激烈 2月5日呢 韩国瑜首度主持的朝野协商呢 拍板立院呢 20日开讲 好民众党立委呢 陈昭芝不满先前政府院长投票 轮为废票 当场开呛民进党立院党团 总召柯建民 意外成为协商过程 意外的过程外的媒体焦点 那接下来他又在这个地方呢 陈昭芝其实个性上蛮强硬的 他个子不高 但是看起来呢 做事的态度呢 实在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所以呢他在前政府院长投票 轮为废票这件事情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好那接下来呢 在开议前的过渡期间呢 立委院各党团就食安议题 交锋好几天 韩国瑜在2月19日呢 召开朝野协商 蓝绿白街战场邀请陈建仁 就台湾食安问题检讨 进行状案报告 哎呦我们都在吃毒呢 最近呢很多的食安署呢 开始呢检测很多的那个进口泡面啊 还有很多的很多的食物啦 还有呢奇奇怪怪的东西一大堆喔 那台湾的喜胜王国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现在最恐怖的就是食安问题 还有呢兵凶站围的问题 我们顺便带一下 其实今天不讲兵凶站围 但实际上立法院呢 他将来呢 比如说国防预算之类的 应该也是会开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民众党团坚持以加开院会方式处理 总招黄国昌呢 因实陈问题不愿在结论上签字 导致协商又破局了 此举引来蓝绿泡风作秀太矫情 并掀起各自支持者的护航和批评 我觉得这应该怎么说呢 他不愿意签字 他觉得这不应该通过 这样随便草率通过 我觉得他对百姓负责 法官没什么不好啊 我觉得黄国昌如果 大家要批评他作秀 那立法院每一个人都在作秀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作秀 食安问题是百姓最关注的问题 因为食安不健康 台湾百姓健康堪与 现在呢医护人员 根本非常严重的缺乏之下 那医药费开始慢慢的涨起来了 也贵了 那所以呢大家当然食安问题 还是民以食为天 当然摆第一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 好蓝绿女战神抢麦克风大战 2月20日呢立法院新会期开议首日呢 国民党呢抢战议题呢 杯葛陈建仁进行施政报告 好陈建仁不温不火的 那种态度 让大家很抓狂 他看起来就是不温不火 那回答呢常常经常都是 避重就轻 我们看了都觉得实在是 那到底是问A答B 问B答C 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当然这些政治人物也是 你说他 应该这样讲好了 政治人物久了以后 就是比较 比较能够知道什么闪躲 我不能说他见诈狡猾了 好 其间民进党立委黄杰为了抢夺 蓝营自备的麦克风 与国民党立委呢 徐晓信爆发肢体冲突 引发蓝绿两阵营 互骂叫嚣 让院会一度限制混乱 这场对峙也让两党在议会的声量和 有关注度再次抢复 一边呢是在两个人抢麦克风 另外一边在协商笑嘻嘻的 那些老的在协商 年轻的在抢麦克风 你看到这两种情境是怎么样来说呢 那当然呢民进党跟国民党的两个立委呢 信克立委呢 两个大战 那当然也博身量嘛 来我们继续看哦 选招伟野草 民众党团呢 总召黄国昌 招伟呢 选前表示呢 会全力支持国民党提出的招伟候选人 民党团干事呢 吴诗瑶呢 讽刺呢 招伟选举是蓝白河还是 富白河就富昆奇啦 跟他们合 就是跟白色的力量合 那就是民众党嘛 那比八点党还精彩 国民党团的总召护昆奇反击 国民党团尽最大力量与善意整合在业的 那民进党不要见缝插针撒盐 反倒是绿营自己人出锤投错废票 好不管怎么样的话呢 我想呢 这个就是开战的开始 三党一定是宫廷大戏 你真的每天加剧上瘾当中 你有意想不到的意外之事情发生 所以呢 韩国瑜到底能不能振得住呢 好 如果真的像要协商的话 以前呢 我们看到国会也是经常大党出手 一党独大就不会 没有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反正一党独大 好好好 秒通过 对也通过 错也通过 通通都通过 搞得百姓呢 这个怨声在导的 但是呢 其他党无可奈何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宫廷大戏才是 剑要出鞘的时候 毛要抵挡困难的时候吗 还是呢 你能够呢 真正的为百姓把关呢 好我想韩国瑜是有睿智的 我们来看看 他到底能不能为立法院把关 然后让三党呢 能够呢 在重要的这些协商上面呢 能够过关 那当然百姓呢 也很期待 未来 有韩国瑜把关 我们会不会更好呢 来我们看一下 好 内斗寄生跟布局 客文哲二八日接受专访的 时候表示呢 他每周二五福利院版被封是寄生国会 最近呢 两党假杀他 那当然客文哲他是一个变色龙 变色猪 大家觉得他很容易善变 他说 啊 与时俱进的思维 我天啊 这与时俱进的思维 有时候那种我们觉得很很驱惯 哇 惊讶耶 真的 是好的驱惯还是坏的驱惯都有吧 那现在呢 最主要是 他还是继续要活生 要2026呢 要做全球 全省的布局 这全省的布局 包括选 啊 基础的这些议员啦 县市首长呢 他当然呢 就会开始出布局 那他去到中部的 Long Stay 就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走了 毕竟年纪也大了 当时呢 马英九Long Stay 哇 穿个短裤呢 拼命的往前奔跑的时候 大家觉得 哇 马英九好厉害 但是柯文哲体力好像比没有办法这样 柯文那个满英九那么好 那美之二五呢 副立院被轰呢 继承国会强调他自己一个人去呢 比八人来党部要符合厂版 未来民众党何时摆脱 柯党呢 柯文哲坦言现在与蔡壁如也不需要联络 嗯 他做他的 他要什么 哇 support 他干嘛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到蔡壁如这件事情 看多少给他 其他 他会自己想办法 就说他还是可能蔡壁如需要什么 他还是会support他 但是呢 现在底下第一线是双簧一高 立委黄珊珊 黄国昌以及新竹市长高峰 其实从台大医院一直到他进入市政府 柯文哲 难道心里不痛吗 我觉得这是他 没有软肋的地方 是不是政治人物久了以后就没有软肋 那个骨头都相当 但他现在是民众党首席 还选过左边 虽然他落选了还是第三名 但是 如果蔡壁如就这样求去的话 那或者是内斗呢 这么不是这么大的党就开始内斗 那以后还得了 柯文哲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对整个还有他们的其中另外一个也 也出去了那天还声泪俱下 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其实对民众党并不是件好事情 不是件好事情 一个党团里面呢 基本上要和谐 那柯文哲现在面临的是政治有危机哦 我认为他会有政治危机 那如果他的政治危机呢 一直被国民两党继续假杀的话呢 他恐怕呢 在2026年的选举 跟2028的总统大选 你恐怕没有像他讲的那么有意义 好我们继续看 台湾立法院内的拳头呢 到底为谁而非呢 谁要非出这个拳头呢 到底是为什么 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 台湾立法院打架变时有发生后 延续至今媒体形容立法院 会打架为台湾特色的民主 扯啊拉啊 然后呢拳脚相降打到头破血流啊 天啊 好在野党立法院少数党呢 不适以激烈推撞来阻碍呢 议会运作 但往往无法阻扰呢 法案通过 民主投票产生的议会变成暴力场 到底哪里出错了呢 好立法院的风水 是不是不太好呢 但是你说立法院风水不好吗 那问题在哪里呢 我应该这样讲吧 这个立法院里面呢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厮杀暴力呢 最重要的是因为呢 台湾非常民主 第二个呢 大家都想展现他的实力 每一党都想展现自己的 可能对人民对他的期待啊 实力啊 或者他博声量呢 在未来的政局上面再继续布展啦 这个是一定的啦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啊 何况在其位呢 他当然要谋其证啊 我现在在位的位置上面呢 我是一个立法委员 我当然要谋其证啊 然后呢我想办法呢 让自己声量呢 盖过别人啊 否则我下次选举的时候 恐怕就鲨鱼而归啊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立法院的生态 这也是一个不好的生态 其实讲良心话 如果真正为百姓做事的立法委员 我们是称许的 那我当然也认识很多立法委员 从民进党国民党到民众党都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讲 到底韩国瑜 这样的八字 能不能振得住立法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国民党以前的王金平院长 他就是呢 非常柔软的 非常柔软 那当了立法院院长一个 他变成百年的立法院院长一样 几十年下来呢 对大家都知道说他是侨王 他很会侨 所以呢 过桥那个桥少了一个木枝边的桥 好 那小桥 小桥大桥那个桥 不是那个老桥 那个桥 所以这个桥我们倒读呢 韩国瑜有没有这样的本事呢 我们继续看 韩国瑜的命盘 韩国瑜命盘里面呢 我们来看他的特色是什么 他46年1957年生5月20号 520耶 农历520不是国立520 那国立520就是总统就职 难怪他选过总统 也很特殊 他的命格里面的八字是正观七煞 看到没有 那他还劫财正观正印 只是呢 他的正观正印呢 没有做到他日主里面去 所以呢 正观七煞 那他的命格里面呢 丁有丙武 然后呢 耕生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有生算合啦 那他现在走的运势是走吉亥 吉亥 文曲画迹 六四岁以后他走吉亥 那今年的运势呢 2004年呢 他今年呢 是刚好呢 六十八岁 他今年六十八岁 六八岁呢 这个大运里面呢 他走的是 紫薇朵树的命盘里面 他走的是 六十二到七十一岁的 任子大运 任子大运 任天良化禄 紫薇化全 那他命格里面呢 来我们先讲一下 他本命天同太阴 右臂路纯薇 洋梁昌入阁 本命就是具备洋梁昌入阁 而且是天际化科 天际化科的人是怎么样呢 天际化科是非常聪明的 智慧高超 高人一等 所以他常常连发金句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现在这个大运里面的五曲画迹 五曲画迹呢 基本上的话呢 他本命是巨门画迹 那五曲画迹呢 是坐在他的父母宫 好我先讲一下 父母宫画迹的时候会是什么 他本命父母宫 那本命父母宫 但是他现在的运势呢 他大运里面的父母宫是空宫 那五曲记代表什么 他那些老一辈的 因为五曲心跟钱有关系 跟战力有关系 那老一辈的人呢 一定呢 像柯建民诸如此类的种招 老一辈的一定不会服他 所以呢 是不是呢 老一辈的立法委员呢 也会 对他做比较大的压制跟挑衅呢 我觉得他将来在立法院里面 他面临的问题 其实还蛮多的 你看喔 光是这些年轻的一辈啊 就是敢厮杀了 徐晓鑫啊 跟那个黄杰啊 那老一辈呢 想瞧 但是有时候瞧不容喔 瞧不容呢 是不是要私下瞧呢 那个议会开不成 先停一下 十分钟到后面去瞧一瞧 瞧又出来再继续开会呢 我觉得呢 韩国瑜面临到的问题还蛮多的 真的会蛮多的 因为五曲话记呢 以后呢 跟钱大钱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均购案 或者呢 政府的什么 之前的什么 我们以前 一撒就八千亿的什么案 我大概比方给大家听 大家应该很清楚啦 前瞻计划八千亿 前瞻计划八千亿将近一兆 然后这个又是多少钱 然后我想呢 他未来呢 在这个议案里面呢 跟钱有关系的 竞争会非常激烈 而呢 让他呢 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执行议会的工程 所以呢 他要敲锤的时候呢 会有很大的难度 民进党提出的议案呢 他当然希望通过 因为总统在嘛 那他国民党呢 是靠这些立法委员嘛 多了两席的立委 那现在呢 五党籍呢 高金素免也停了 就是多了三席了 那民众党现在呢 他如果基本上 黄国昌也是蓝白河啊 那黄国昌蓝白河的话呢 黄珊珊会不会蓝白河 黄珊珊不一定喔 黄珊珊是小英女孩喔 大家应该记得吧 所以呢 这个民众党里面呢 可能会分成两派 这两个两黄喔 双黄可能分成两派 一个比较亲民进党 一个比较亲国民党 应该这样讲 那至于呢未来呢 我这样讲大家应该听懂齁 因为黄珊珊他本来就是呢 小英女孩 那现在在民众党里面 会不会是民进党呢 靠着黄珊珊跟白色力量来瞧 然后呢 那国民党靠着黄国昌呢 跟民众党来瞧 都有可能 好 这个呢 大家应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所以呢 你觉得瞧着黄珊珊就可以瞧 瞧得动黄国昌吗 不一定喔 瞧得动黄国昌就瞧得动黄珊珊 不一定喔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分析是抽失波茧的 给大家了解 好那其他的立委呢 民众党的几个立委呢 现在呢 慢慢的出现他们的声量了 那出现声量以后呢 会不会呢 你看喔 黄珊珊他有四人小组喔 有四个人 他包括他自己 那黄国昌有没有他的四人小组 那如果分散掉的话 这一边呢 只剩下三个 那就是可文者的三个 另外的立委 那这些立委的是不是战将呢 是不是提案呢 会受到肯定呢 这些都是打一个问号 那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再打三个问号来看 如果民众党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韩国瑜会不会很辛苦 因为呢 法案要通过 立法院提出的法案要通过 必须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盖章同意 对不对 那如果 至少要举手同意 不一定是盖章 对不起 那我想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现在是民众党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点 好 那么 大家都想再布局2026年 那如果这样讲好了 现在呢 副院长 如果2026年他去选台中市市长 是不是副院长也会出缺呢 那又麻烦咯 我要告诉各位 江启臣如果去选 2026年的县市首长的时候 副院长又出缺 副院长大家都 那不关重要啊 只要院长在就可以 没有错 但问题是 是不是又少了一席立委 那这个议会的流程当中 会不会少了一席立委 2026年以后 因为去选举了 而变数更大 这样大家听懂了 然后呢 黄国昌要去选新北市 那国民党也要投入在新北市 台中 台南 高雄 新竹各地 好 那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2026年到底呢 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好 台北市的蒋万安也可能被挑战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来看立法院里面的国民党会少几席呢 那少了数字如果比较多一点的时候 是不是又是呢 跟民进党差不多的席次呢 那这个时候民众党的力量 以及无党籍的两席立委就非常重要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韩国瑜其实他面临到的问题 我先讲一下 来 我已经做好功课了 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先讲他农历二月丁宝月 好 他的本命里面呢 四有丑三合六合在龙 刚好六合在龙 他属姬嘛 这龙凤 净贵在丙丁 好 丙月呢是有贵人 丁月是有贵人的 丙丁对他来讲并不是差哦 但是呢 戊城戊城就对他不好了 农历三月 国历四月份 国历四月中旬以后呢 如果议会的行程呢 开始呢有一些流动的开始变化的时候呢 对他来讲是不好的 那么我们再继续看呢 那进入在新农历六月是不错的 农历六月 那堆码再害 好 那到十月的时候又很不错 农历九月对他来讲是最不利的 农历九月 然后呢 鬼有月 鬼有月有的三行 农历八月九月 立法院会出大事 农历八月跟九月 立法院会出大事 韩国瑜要把位置做稳 韩国瑜绝对要把位置做稳 如果他还是大意的话呢 不要太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你在当一个立法院院长 然后非常的大意 这个绝对要非常小心 那我们再来看呢 农历十一十二月还比较好一点今年 他最困境的时候呢 是在什么时候 来我先跟大家讲 好堆忘在四月 农历的四月 就国历五月他还有忘记 那堆录在五 农历五月对他来讲也很好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农历三月不好 农历八月跟九月非常不好 这两个月是最 对他来讲是最不好的两个月 所以呢重大的议案啊 提案啊都会在农历八月九月 恐怕会发生很大的事情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静旺在庚 静旺在庚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 庚的话呢是农历五月还不错 农历五月应该算是他最容易过关的 那接下来呢 新刃 刃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刃刃到底对他的帮助有没有很大呢 因为今年的山煞在城 在龙的位置 山行他自己尤月 尤月你看哦 魁尤月对他来讲是不利的 那甲旭月对他也不利 甲旭月对他也不利 因为呢 这个城市山上 建认在丑位 来我跟大家讲 农历的十二月是建认星 建认星跟陀螺星有很多的议会呢 议程会拖泥带水 今年的农历十二月 好那这是在今年年度 先讲今年年度就好 因为呢接下来的话呢 议会的开议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每天有大戏上演 那年轻的增升量 老的呢 他升量够了 但是呢 他会在议会里面呢 怎么样做杯葛 那有些议程里面呢 问题会越来越多 那他站在一个呢 制高点上面的话呢 韩国瑜是不是能够镇住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八字 好他的命格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刚才讲到比较不好的农历八月 八月跟九月 农历八月跟九月 农历八月跟九月是奎股月 奎股月只有三行 跟序月 跟序月的话呢 他还有一个太阳化季 流年上还有一个太阳化季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本命巨门化季 其实农历七月对他也不是太有利益 农历七月 因为这个大运呢 他是走的任子大运 甲乙丙丁物己 甲乙丁物己更新任 任入在海公 所以呢 七八九月 应该是对他来讲 是最不利的三个月 所以呢 整个年度看下来的话呢 韩国瑜呢 要在这三个月 怎么样过关斩将 然后呢 怎么样镇住立法院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好不好 那我们也期待呢 他的一生当中 这个曾经辉煌过 曾经陨落过 然后呢 他也曾经呢 当过高雄市市长 当了一年多 那当然呢 我们也希望他拿出他的战斗力 然后呢 以及他的协调能力呢 让立法院不要每天呢 好像长的虫一样 每天在那边咕咕咕咕咕 一大堆像蜜蜂一样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边杀泡妞那边杀一坨糞 那我想我们立院应该要改变了 希望呢 2024年的立法院呢 能够呢 真正为百姓做点事情 希望韩国瑜院长呢 也能够呢 秉持他一贯的原则 世上苦人活 台湾百姓的民众呢 都寄托在这些法案 好的法案上面 谢谢大家 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下小铃铛 我们祝福韩国瑜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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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